茶是老年痴呆的催化剂,医生反复强调,上了年纪三种茶少喝。 茶,只以源自古老东方的神奇饮品,以其琳琅满目的种类与千变万化的风味,享誉全球,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 中国,作为茶文化的发源地与茶叶生产的巨拨,其茶树的栽培历史可追溯至遥远的六七万年前,自首次被发现至今,已悠悠跨越了四千多年的时光长河。 在浩瀚的日常生活中,茶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了无数爱茶之人,尤其中老年群体更是情有独钟,他们之中步伐以茶带水,将茶视为生命之权的忠实拥顿。 在大众的普遍认知里,常饮茶不仅被视为一种养生之道,更被赋予了诸多健康益处。 它仿佛是一位温柔的守护者,能够驱散疲惫,促进体内循环,甚至被寄予厚望,认为能够抵御老年痴呆的侵袭。 然而,近期却有声音打破了这份宁静的信仰,提出质疑,茶,非但未能如人所愿地预防老年痴呆,反而在某些情况下,可能不经意间扮演了疾病加速的角色。 这一观点,如同投石入水,激起了层层涟漪,引人深思,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真相。 一,茶是老年痴呆的催化剂,年于五旬的老江,在小区内悠然地担任着保安一职,闲暇之余,他总爱沉浸在茶香之中,每日品名七至八大杯,深信此举能改善体质,抵御岁月的侵袭。 尤其是预防老年痴呆的传言,更让他深信不疑,然而,近期老江却频繁遭遇忘事之困,记忆如同流沙般悄然消逝,医院的诊断犹如晴天惊雷,告知他正处于老年痴呆的初期阶段,这突如其来的消息,让老江满心疑惑与不解。 他困惑于自己坚持地饮茶养生之道,何以未能如玉七般守护他的记忆。 长久以来,茶与预防老年痴呆之间的正面关联广为人知,并有诸多研究数据作为支撑。 例如,2022年的一项研究显示,相较于嫌少饮茶者,常饮茶者在晚年罹患老年痴呆的风险降低了16%,这一发现,味茶的健康益处增添了有利证据。 日本一项针对70岁以上老人的调研也指出,每日饮用两杯以上绿茶者,其认知衰退的风险显著降低,这一结论进一步强化了茶在预防老年痴呆方面的潜力。 然而,中山大学的一项突破性研究却为这一传统观念带来了挑战,该研究采用孟德尔随机化方法,深入探讨了饮茶量与老年痴呆风险之间的复杂关系,结果揭示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。 每日饮茶五至六杯,似乎是对健康最为有利的量,能有效发挥茶的保护作用。 而一旦饮用量激增,超过这一界限,其益处便逐渐减弱,甚至可能逆转,使患病风险激增60%以上。 这意味着,过量饮茶非但不能预防老年痴呆,反而可能成为其催化剂。 同时还可能诱发其他健康问题,这一现象的背后,咖啡因的影响不容忽视,茶中的咖啡因适量摄入或许无碍,但长期过量则可能扰乱睡眠,延长入睡时间,甚至导致失眠,进而对大脑的认知功能造成负面影响。 此外,咖啡因的过量摄入还直接关联着老年痴呆风险的上升,揭示了饮茶之道中的微妙与平衡。 因此,茶,这一股老而神奇的饮品,究竟能否成为老年痴呆的守护者,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把握饮用的度,适量品明,方能享受其带来的健康益处。 而过度沉溺,则可能适得其反,危害健康。 二,老年人要少喝三种茶,茶叶,这一自然馈赠的瑰宝,蕴含丰富的氨基酸,茶多酚等营养成分,无疑为人体健康带来了诸多避益。 然而,对于体质较为特殊的老年人群体而言,在享受这份自然恩赐时,更需讲究适度与选择,特别是以下三类茶饮,以少不宜多。 一,浓茶,浓茶,无论年岁几何,皆非理想之选,其高浓度的茶多酚及酸性物质,不仅抑制了铁元素的吸收。 这一造血过程中的关键元素,从而可能诱发贫血,削弱免疫力,更可能稀释胃酸,影响消化系统的正常运作,导致消化不良,腹痛腹胀等问题,长期以往,还可能加剧12指肠溃疡等消化到疾病的风险。 此外,浓茶中的咖啡碱含量一高,过量摄入亦引发血压升高。 心慌头晕,对本就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而言,无疑是雪上加霜,咖啡碱还可能干扰钙质的吸收,加速老年人骨质的流失,增加骨质疏松的风险。 二,烫茶,许多老年人天好趁热饮茶,认为这样更能品味茶香,实则不然,过高的茶温,超过60摄氏度,足以对焦嫩的口腔及时到粘膜造成伤害。 二,轻则红肿疼痛,重则造成烫伤,乃至引发溃疡,长此以往,甚至潜藏着癌变的风险。 因此,温饮为佳,既保留了茶香,又保护了健康。 三,隔夜茶,节俭虽为美德,但面对隔夜茶,老年人应格外谨慎,尽管科学实验表明隔夜茶本身并不直接致癌,但其长时间放置后,亦受外界环境影响,细菌滋生的风险增加,对于体质较弱,消化功能下降的老年人而言, 这样的茶水无疑增加了肠胃负担,甚至可能诱发不适,因此,建议老年人避免饮用隔夜茶,可将之巧妙利用于日常清洁,如去除油污,擦拭家具等,既环保又实用。 三,老年人健康喝茶最重要,老年人钟爱匹名,此乃雅趣。 然饮茶亦需讲究,方能更好地滋养身心。 以下是几点温馨建议,祝您健康饮茶。 一,沉茶剩余夜茶,尽管饮茶时间无绝对界限,但早晨品茶相较于夜晚,时为更加之选。 一夜安眠后,体内水分悄然流失,急需补充。 若老年朋友肠胃略感不适,建议用餐后再缓缓享用。 饭后适量饮茶,既能补水,又能助消化。 稀释血液,预防血液粘稠,降低血栓风险。 需留意的是,茶中咖啡因能提神醒脑,夜间尤其是临睡前饮用,恐扰清梦。 长期以往,或致睡眠质量下降,体质渐弱,甚至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。 若晚间却需饮茶,务必选择淡之又淡,以免影响睡眠。 二,远离问题茶叶,茶叶亦有赏胃期限,需妥善保存。 一旦发现茶叶过期或没变,应立即舍弃,物因吸物而伤身。 没变茶叶不仅香气浸湿,口感恶劣,更可能携带有害物质,刺激胃肠道,引发炎症,甚至食物中毒,健康为重,切物因小失大。 三,掌握冲泡艺术,品鉴好茶,冲泡之道不可不知,水温虚适中,约70至80摄氏度为佳,既保留茶香,又避免破坏茶叶营养。 泡茶次数一应控制,三到四次为宜,以免茶味淡薄,失去韵味。 此外,老年朋友可根据体质,在医生指导下,适量添加红枣、枸杞、绝明籽等养生食材,以增茶之保健功效,促进健康。 饮茶虽小事,却关乎健康大事,不当饮茶,不仅无益,反可能引发诸多健康问题,包括老年痴呆等。 因此,掌握健康饮茶之道,至关重要,同时,老年人应定期体检,及时发现并处理健康问题,方能享受更高质量的生活。 饮茶之余,勿望综合健康管理,让每一口茶香都成为健康生活的美好注脚。 四,喝茶的好处。 一,守护心血管健康。 茶叶中富含的茶多酚,宛如心血管的守护者,显著提升脂肪代谢效率,面对甘油三脂与胆固醇的过量累积,他们能有效阻止这些隐形威胁在血管壁上沉积,从而预防动脉周样硬化的形成,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 茶多酚中的R茶素,即氧化物质,更是以卓越的能力抑制斑块增长,调节纤维蛋白源活性,稀释血液,削弱凝血因子作用,为心血管系统筑起坚固防线。 2. 抵御辐射氢害,茶多酚及其氧化产物,如同自然界的氢道夫,能够吸附并排除体内的重金属,为身体筑起一道抵御辐射伤害的屏障。 更令人惊喜的是,茶叶提取物在肿瘤患者接受放射治疗期间,展现出缓解不适,保护血细胞的重要作用,成为辅助治疗中的温馨伴侣。 3. 青春常住的秘密,茶多酚,以其超群的抗氧化性能,轻松清除体内有害自由基,其抗氧化效能远超维生素易近20倍,有效阻断支制过氧化链式反应,激活身体自我修复机制,实现由内而外的抗衰老效果,让岁月无痕,青春常住。 4. 抗癌防癌的勇士,茶叶中的茶多酚,是抵御癌症侵袭的英勇战士,它能有效阻断致癌物质如亚硝酸案在体内的合成路径,同时直接作用于癌细胞,削弱其活力,增强机体免疫防线,特别是儿茶素类化合物,更是大幅降低大肠癌与胃癌等恶性肿瘤的发病风险。 5. 胃肠道的守护神,多分类物质以其独特的化学性质,促进蛋白质凝固沉淀,形成一层保护膜,温柔地呵护着肠道健康,增强其防御机制。 6. 此外,它们还能精准识别并消灭大肠杆菌、伤寒杆菌等有害菌,维护肠道微生态平衡,将绿茶细末以开水冲服,更是辅助治疗肠炎与细菌性利剂的自然良方。 6. 轻盈深姿的秘诀,茶叶中的叶酸,而茶素及咖啡因等成分,协同作用,成为减肥路上的得力助手。 6. 乌龙茶以其独特地分解脂肪能力,轻松瓦解油腻,促进消化,让身体更加轻盈。 6. 而普尔茶,每日早晚一杯,不仅能帮助调节血压血脂,更是塑造健康体态的秘密武器。 7. 喝茶的坏处 1. 长期过量饮茶,或引发蛋白尿风险。 8.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,人的尿液中是不含蛋白质的。 8. 然而,当肾脏功能受损时,蛋白质便可能渗漏至尿液中,形成蛋白尿。 9. 识别蛋白尿的一个直观方法是观察尿液中的泡沫情况。 9. 若尿液表面浮现大量细腻泡沫,且长时间不消散,如同摇晃后的啤酒泡沫, 9. 并伴有一层类似油脂的漂浮物,这往往是蛋白尿的警示信号。 9. 泡沫越多,意味着尿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可能越高,也间接反映了肾脏受损的严重程度。 2. 长期饮茶无度,血尿隐患不容忽视,血尿分为静下血尿与肉眼血尿两种,前者隐匿难查。 需借助显微镜方能发现微量红细胞,而后者则直观可见,尿液中红细胞含量极高,色则鲜红,甚至可见血块凝结,是肾脏健康亮起红灯的强烈信号。 3. 冷茶渗饮,以防肾结石之余,饮茶虽好,但需注意温度,冷茶中的草酸盐含量随温度下降而升高。 4. 长期饮用冷茶,草酸盐在体内积累,易诱发肾结石,因此,保持茶水温热,不仅有利于茶香与营养物质的释放,更能有效避免肾结石的风险,守护肾脏健康。 4. 酒后浓茶,肾脏健康的隐形杀手,不良饮茶习惯,如酒后立即饮用浓茶,实则对肾脏构成巨大威胁,酒精在体内代谢为水和二氧化碳后,本需通过肾脏排出体外。 4. 但浓茶中的成分可能干扰这一过程,导致酒精代谢产物如以泉,以酸等在肾脏内积聚,其毒性作用加剧肾脏负担,增加肾脏疾病的发生率。 5. 因此,饮酒后应避免立即饮用浓茶,以减轻肾脏负担,维护肾脏健康。 5. 哪些人不适合饮茶,这十二种人要注意。 1. 对于饱受神经衰弱或失眠困扰的朋友。 饮茶或许并非明智之选,茶叶内含的咖啡碱等成分,亦促使神经中枢兴奋过度,进而可能加剧失眠症状或深化神经衰弱状态,影响休息与恢复。 2. 心动过速的关心病患者、心肌梗塞病食者及心脚痛患者,请慎饮茶水。 茶叶中的咖啡碱具有加速心跳的作用,这无疑会额外增加心脏的负担,不利于病情的稳定与康复。 3. 肾功能出现减退迹象的患者,建议减少或避免饮茶。 茶叶中的茶碱成分虽具利尿效果,但在此情况下可能反而加重肾脏的工作负担,不利于肾脏功能的恢复与维护。 4. 肠胃不适,尤其是患有12指肠溃疡的人群,饮茶需谨慎,茶叶能激发胃酸分泌,过量时可能侵蚀溃疡面,延缓愈合进程,甚至引发或加剧疼痛感受,影响生活质量。 5. 孕妻女性,特别是应避免饮用浓茶,浓茶富含的咖啡碱,不仅会增加孕妇自身心脏与肾脏的负荷,还可能对胎儿造成不良影响,因其能通过胎盘被胎儿吸收,影响胎儿的正常发育与健康成长。 为了母婴双方的健康,请孕妻女性慎重选择饮品。 6. 哺乳期女性需谨慎饮茶,茶中的茶多酚一旦进入血液循环,可能会抑制乳汁的正常分泌,影响母乳未养。 同时,茶中的咖啡碱成分会随乳汁进入婴儿体内,导致婴儿兴奋,肠胃不适,甚至引发烦躁不安与哭闹,对婴儿的健康成长构成潜在威胁。 7. 更年期女性饮茶应适量,茶叶中的成分可能加剧更年期常见的失眠,睡眠质量下降。 8. 头晕,乏力及心跳加速等症状,不利于此阶段女性的身心调整与恢复。 8. 儿童应避免饮用浓茶。浓茶中过量的咖啡碱会过度刺激儿童心脏,导致心跳加速,不利于儿童健康成长与心理稳定。 9. 高血压患者睡前浸茶。茶中的咖啡碱具有升高血压的作用,睡前饮用可能对高血压患者造成不利影响,影响夜间血压管理及睡眠质量。 10. 肝病患者饮茶需节制。茶叶中的咖啡碱等物质主要通过肝脏代谢。 肝功能不佳者若饮茶过量,将增加肝脏负担,可能进一步损害肝脏组织健康,不利于病情控制。 11. 贫血患者肾饮茶。茶叶中的柔酸能与体内铁质结合,形成不易吸收的物质,影响铁元素的正常吸收利用,从而加剧贫血症状,影响身体恢复。 12. 营养不良者不宜多饮茶。茶多酸虽有益健康,但其分解脂肪的作用对营养不良者来说,可能加剧营养流失,不利于身体状况的改善与恢复。